时间不早了 傍晚时分 外甥小节 开车送我们来到中国城吃晚饭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上面这个车站叫 Sermatt Chinatown 那这个车站就是直达唐恩街的车站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 芝加哥八条线路之中的红线 那这条红线跟 另外一条通往 芝加哥机场的蓝线是属于最繁忙的线路 芝加哥Metro也称为L System 那红线和蓝线是唯二两条 24小时运作的 那我们现在刚好看到是有车进站了 不知道这一趟列车 又为中国城带来多少游客呢 而我们也马上会看到 中国城的招牌 天下围攻 其实三十年前 当我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 我来过芝加哥的唐恩街 那今天是我第二次 重回旧地 这几天我发觉 芝加哥人很喜欢运动 你看这里有很多人在跑步 其中有一个大胖溜掉队了 嘿 你要跑快一点哦 慢慢步进长安街 等入口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大道叫做 Sermetro Sermetro 准备横过Sermetro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对跑步的人群 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还听到二胡演奏者 演奏者中国熟悉的曲子 一别三十年重回旧地 看到天下围攻这一个牌楼 我的心情十分之激动 一定要在这里下面 拍一张照片 留恋 天下围攻这四个大字 是出自国父孙中山的手笔 现在在牌楼下面 我们往里面看 就是芝加哥的唐恩街 然后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 飞车档刚好经过 也给我拍下了这种 难得一见的刺激场面 大道之行 天下围攻 是出自西汉 戴圣 礼记 礼韵篇 意思是天下是人民所共有的 人人讲求 诚信和睦 才能成就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 而这种理念 放置今天 更为迫切的适用 芝加哥 芝加哥唐恩街有李氏公所 鱼氏公所 还有梅氏公所 而这里的美氏公所是 2018年第一位华人来到芝加哥 到安良大楼在1927年落成 他见证了唐恩街最初的发展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是由芝加哥华侨 捐款在2004年建成的九龙壁 好了 介绍完芝加哥唐恩街的三处 地标性的建筑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餐馆的门前 今天我们是在金凤酒楼吃晚饭 和芝加哥们 这些东西都是酒楼 飯 屋子 西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